J2節目《男男配對真人秀》 《兒子一堂》 這日舉行慈善粉絲見面會 監製王彥智率領12位兒子齊齊現身 上星期五播出的最後一集 Ray和Kenny在節目中成功配對 不知道剛剛過的聖誕節 他們有沒有甜蜜慶祝呢 就收到一份很好的聖誕禮物 我也不知道 是甚麼來的 一個很名貴的物品 一個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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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很喜歡嗎 他送甚麼我都喜歡的 不過很開心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真的 之前不認識的 是參加這個節目才認識 在節目那裡就配合了 但其實因為這節目是一年前拍的 他們真的非常艱辛 過去這一年是要維持地下情 因為不可以公佈 因為我的節目還未播 我跟他們說 你們不可以這麼快透露 否則別人看了就沒有意思 所以他們喝得很辛苦 幸好到現在仍在一起 否則我又死給他們看 所以很多東西都這麼巧 恭喜你們 最成功是他們這群 恭喜 謝謝你 因為你是門人 對 但我還未收門人利是 那我真的要 真的沒有表示 事後 有很多機會 結婚的時候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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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給禮事 我也歡迎 我打算給你回頭 Vinci作為節目監製 為了這個節目勞心勞力 很多細節都要考慮到 不過有時兒子們不配合 都令到Vinci很頭痛 其實約他們已經很難了 我們有個group check 有時我們的活動 或者要提醒大家 明天要帶什麼 幾點鐘到 在哪裡見 沒有人回覆我的 就是你是大哥哥的角色 那我一定要 但一個人不回 其他人也不回 然後我就要逐個逐個答應 你先回一句 你不回 其他人也不回 你看我要做多少 好像媽媽 她就是 兒子一堂之母 兒子一堂之母就是你 她為我們做了很多 為我們這個節目做了很多 我們其實都很感激她 其實我們經常都會激她 我程度上 雖然我經常罵她 但是我心裡也很尊重 尊敬她 兒子一堂第一季口碑收視相當不錯 大家都很期待開拍第二季 Vinci就說她也考慮中 我想要先休息一下 因為實在籌備一輯不容易 大家知道找人很難 尤其今次反應這麼好 我如何超越第一輯 或者裡面我有什麼新的點子 新的想法 我想要從長計議 不可以太急 雖然有很多粉絲有很多推薦 譬如去外地拍 去大灣區 或者亞洲區 我想要想一想 讓我們頭一頭 還有出完這個寫真 都要一些時間 晚了 就是